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大型散貨船運格 跟去年高峰期相比已經暴跌了90% 專家認為 這些與北京為東澳會下的環保令有關 中國業界將當局的該項政策稱之為停工令 好望角形散貨船現貨價格 1月底下跌至每日5826美元 達到20個月來最低的水平 遠低於2021年10月時 每天是8萬美元的12年歷史高點 散貨船主要運輸、鐵礦石、煤炭、糧食穀物等 現居美國的經濟學家王俊對大紀元表示 散貨船價格暴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中國鋼鐵需求下降 而鋼鐵需求下降的近期原因是 北京為東澳會下達環保令 東澳會在北京舉行 北京附近好像河北是煉鋼的主要產區 大量的鋼鐵工廠由於環保問題 暫時關停或減少生產 王俊是中國企業資本聯盟首席經濟學家 亦是亞洲房地產協會理事兼研究委員會常務理事 據中國生態環境部發布的 《重點區域2021至2022》 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方案說 當局要求經濟期及其周邊地區城市 由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完成PM2.5平均濃度和重度及上污染天數控制目標 中國媒體及業界解讀說 中國當局下達為期六個月的環保停工令 中國塗料採購網還報導說 官方對河北唐山、石家莊、張家口、成德、天津等十幾個地區 開展為期67天的加強版停工令 這意味著中國超過一半的省市地區 重工企業面臨停產風波 當局舉辦前夕 北京當局要求北京及附近城市的工廠減產 南韓企業的中國工廠進入緊急狀態 據《順德海視網》報導 Cliff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 Yong Kim Hanister 在說到乾散貨、航運價格下降原因時也說到 除了正常的季節變化之外 因為2月份的北京奧運會 政府為了得到漂亮的電視畫面 而關閉了工業生產 除了東奧會這個短期因素 節能減碳也是中國鋼鐵產業面臨的長期制約因素 中國野金部報導說 在減碳目標約束下 中共公信部2021年提出要壓減粗降產量 該網引述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說 2021年10月份 中國生鐵、粗降日軍產量 比2019年同期分別下降了3.9%和12.2% 該網根據綠色低碳的政策判斷 2022年生鐵、粗降產量 將在8億噸和9.5億噸左右 也就是說 2022年生鐵、粗降產量 將分別下降6,200萬噸和1億噸 降幅分別是7.2%和10% 對應的鐵礦石需求 將下降大約1億噸 根據MySteel調查研究 截至2021年12月13日 247家鋼廠高爐開工率是68.14% 環比上週下降了1.66% 同比去年下降了16.63% 高爐煉鐵產能利潤率是74.12% 環比下降了0.67% 同比下降了17.35% 黃俊分析 除了環保政策的限制 基建投資增長放緩 是中國鋼鐵需求下降的另一個原因 2021年 中國基建投資幾乎是零增長 第一財經引述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說 2021年 中國合議基建投資增速回落到0.4% 是有數據以來新低 而2021年中國廣義基建投資增速大幅回落至0.2% 同樣是有數據以來新低 主要拖累的行業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黃俊表示 貨運價格暴跌的另一個原因是 去年的貨運價格異常飆升 為什麼下降的幅度會這麼大呢? 90%這麼誇張呢? 是由於過去疫情的原因 導致碼頭經常堵塞 很多船進去之後出不回來 所以它沒有空船運輸 根據日本亞洲評論報道 由於COVID-19入境限制和惡劣天氣阻礙了社貨 中國港口是2021年中期經歷了嚴重的中斷 這個反過來又限制了散貨船的供應 並導致價格飆升 但根據IHSMarket的數據 那次之後 在中國海外等待的船舶數量 已經減少了40% 表明運力緊張有所緩解 旅美經濟學者鄭旭光對大紀元表示 這是全球的運力應該在恢復 可能之前那些港口就開動起來 碼頭工人也開動起來 運力都恢復了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江峰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的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